好 那我们这个讲次 就是今天最后一个讲次 主要是在第八章 从这个中观义来诠释这个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就是观一切法的最究竟真实 从我们生活经验上去观察 好 那请翻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的讲义就是本场的第二十页 好 第一 那我们之后就没有再说明 这个英文书的那个ABCD 就是第二十 在瓜福国志三的杰敏 这边主要是先对 之前大制度认中所说的三甲 有名字 还有这个寿 寿也就是曲 就是我们说的 以着五云合合有个字体 那这个所谓的我呢 是名字 那这个五蕴法所构成的这个 所谓的我 或是众生 这个就是所谓的寿甲 那其他的部派学者就会认为说 我是没有的 但是这些五蕴的意义法 是有的 所以这个叫法甲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导师所说的 大制度论所明的三甲 是显示修学的次第 从明甲到寿甲 我们可以了知这个名字是约定俗成 没有实在 那五云合合的这个个体 我众生也是没有实在 所以破了寿甲 可以了知法甲 就是设法 受想 行 这些法到底有没有 那进一步再去观察 这个所谓的法甲 它也是所谓约定俗成 或者是因缘而有的存在 它是无字性 是空 所以进一步又可以破法甲 通达所谓的毕竟空 好 那我们就讲完结论了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先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现在不是有在买一种水果 叫百分之一百的水果 汁 水果 有听过吗 据说有一种所谓 号称这个果汁百分之一百 原汁的 它的做法是这样 是浓缩 将水果中的 浓缩成很浓的很浓的 这个水果 那之后再去稀释 稀释完之后 它当然有一定的比例 稀释完了它还是可以号称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什么 原汁水果 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因为导师这本《中观经论》 它其实是浓缩中论的要义 那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几位讲师所做的就是将导师的这个很浓缩的要义呢 要是怎样 稀释 白话解释 让大家可以吸收 那希望我们所做到的 可以给大家对中论或是对中观的要义有一些根本或是比较基本的认识 好 刚刚已经说到了 第八章 中观的诸法实相 就是可以依着刚所说的 从世间的生活经验 不管我们对人事物认为的实在性 中观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要破什么 自信值 那自信值就是凡圣的差别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比较难去体验到的那个境界 所以诸法实相就是讲每个法的最究竟真实 那就中观而言 就是当我们可以体验到缘其有而必经空的当下 我们就很接近或是已经体振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 好 那我们请分到目次 好 这边分第三跟第四节 第三节的书上的标题就是体坐立 那这个体就是所依法的根据 也就是法体 那坐就是它的显现的行为 你可以说它所造的活动 从人来说我们可以有走路可以讲话 就是种种的行为都可以叫做坐 那立就牵涉到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这个立也可以说是能力也可以说潜能 那接着第四节因缘果报 那一样要观察法的实相 我们先从我们究竟可以了知的 所以从一个法的升起 它有它的因还有它的缘 那既然有因有缘 现在作用结束了 或是现在没有起作用不代表消失 所以它会延伸到未来 现在所造作的行为 所产生的活动 它会影响未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感的五蕴生 实际上就是过去所造的行为而来的 所以这就是因缘果报 那在第四节里面 先对因缘果报个别 它是两两相对 但是也不是觉得难的 完全分开这么讲 主因次缘 一个法的存在 一个法的申请 有它主要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助缘 就像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外境一样 从这个眼睛对外境产生认识 我们说眼视 这样的过程来说 就是所缘近是主因 应该说跟还有近是主因 那其他的助缘是什么 你可能要有阳光太暗你也看不到 太近也看不到 所以要有阳光跟距离 其他的助缘 那这样子眼跟作用完 或是眼睛作用之后 会产生怎样的果报 或许当下不知道 就我们看到外境 当你产生喜欢这种所谓的贪心 增长贪欲的时候 那对未来 我们只要遇到这样境界 这样贪心就会自然而生 那如果我们习惯做一个某一个行为 我们习惯骂人 看到什么事都骂 自然而然 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自己在心里骂 那在心里骂会怎样 那个不是说老年人才会这样子的 就是实际上 这是一种习惯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影响我们内在或是内心的 我们常常并不是自己心的主人 好 这边再讲下来 再从第四节的标题国字 是来说 一到三可以先对因缘果报 乃至各学派怎么去看这个 法生起的因果关系做一些讨论 所以在第四呢 就是来说明有两类的因果 就是前后因果跟意识因果 那也是五六七还是八 所要说明的 大致上可以这样子 那第三节的体作例呢 先从语词上的定义去说明 那我们请翻到第二面 第二页第一行 体是对用来说 用是作用的 那也可以把它类似 就是体跟性 有点像 相似的看法 所以这边导师就说 体跟性有时候是把它看作一件事情 体就是这个法的根据 那个性就是它的特征 那当然体跟性也可以做特别的分别 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有同样的也有不同样的 所以如果性当作性质来说 就像我们说的无常性跟无我性来说 这个就跟法体本身 就体这个意涵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也有体就等于性的 就如同瓜府国之二这边所说的的 就撒婆多部 就说切有部说 诸法各注致性 所以这边的致性也就是致体 那有部呢是多元实在论 就是将依法分析到最小单位 色法有最小单位 我们叫做极为嘛 那心法的最小单位 我们可以说是刹那 或者是其他的五位七书法来分 有这些种种的心法 六式或是心所法 或者是除了心法 色法 心所有法 还有所谓的不相应心法 还有无为法 就是他认为一切法 总共可以分作五大类 七十五个最小单位 所以这边导师说 有部他的法的自体或是自性 他说的是依法有他的最极值数 也就是最小单位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的 其小无内的主张 其小无内 就是分析到法最小的单位 再分析下去就没有了 如果是没有的话就空了 所以对有部而言 他们所谓的灵虚尘 就是极尾 他不能是没有的 就设法来说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宇宙大权 这样这个宇宙大权 也就是其大无外 就这样一法来包含 所有的一切法 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 所以体跟性 可以说是同样的概念 也可以说不同样的概念 好 这边主要是引中论的 请看第三面 我们这一节的重点是体作力 所以这边是引中论观作作者 就作者还有他所造作的行为 去看这三个概念 请看第三面 中论这边所提到的 现有作 有作者 有所用作法 应该有看到 好 看下来导师的解释 这边论文中的作 实际上就是行为 也就是业 这个也就是泛文字的 karma这个字 那作者呢 就是一般说的动作发出者 一般我们说五蕴的我或者是伐 那为什么叫伐 就像眼睛有这个见的这个功能 所以眼睛实际上就是作者 那我也是作者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在生活 我们在吃饭 在睡觉 这些都是由这个五蕴和和的个体 产生这些活动行为 这样的我呢 如果对应其他宗教 外教所主张的 就类似所谓的神 因为他以这个自我为 没有改变的 轮回的主体 好 这边简单说 体就是等于作者 我们再翻到第四面 刚说的作跟作者呢 一开始第四页导师 引顺正理论的解释 说作者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从所谓的依法的自信 就是法性说 这边的法性的信 实际上也就是法体的体 那第二是从因缘相续的假明说 那也就是导师一开始说 作者是体的意思 就是假我跟法 可以吗 第三页 可能有点快了 就在第三页所提到的 中论里面那个作者 能起作用的假我与法 那第四面 顺正理论卷三 这边说的作者有两个解释 从一个依法性的字体说 这样这边的法性 就是法体 那第二是 和和相续的假明说 这个是假我 好 那就中观而言 实际上体跟作用 它并不是完全的 别开了 所以 众缘和尔 有这个独存的个体 是人也好 是法也好 它会产生作用 可是作用跟作者 它并不是两件事情 所以 都是依着作者而有作用 因此简单的说 作者跟作用 都是原起假明 没有一个实在性 好 接着解释 论中的利 利这个词 那利呢 对应论文中是什么 诸所作 有所作 所以作就是运动的意思 运动就是变动 迁流变动 那也翻作 利用作用等等 所以简单的 对刚刚中论里面的 那句话 就是第三页的那句话 可以知道 所以作呢 就是作业 作者 就等于体 那做法 所以 作就是作业 利就等于作用 这样可以对应得到吗 体就是作者 做就是 正在做这个行为 那利呢 就是作用 那利跟作又可以合在一起 成为用 就变成体跟用了 好 接着再下来 标题三 标题三 体用跟性相 来做一些说明 相是一种特征 我们在前一节 有提到这个性跟相 前一节的性跟相 是很多分别 性可以说是内在的 相是外显的 那性是比较近的 相是比较远的 有没有印象 所以相是来对比他人 可以显示自己的特征 所以当我们说是白色的时候 就可以显示 他不是其他的颜色 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法 可以知道这个法 具有怎样的特征 模样 这个叫做相 好 再下来 倒数第二行 凡认识到的 必有与跟他法不同的特殊形态 所以对比他人 可以知道这个法 跟他的另外一个法 是不一样 因此呢 相是可以知 某个法的体性 所以这边就是 相跟体性 是有些相关 好 接着再看第五页 相是表特征 那体某个程度来上 也是来说明 每个法有依法的字体 它不是共同的字体 那体跟用呢 它是不一样 用是指这个法体的活动 如果这样的用 跟其他的法做区别 实际上 这个也可以叫做相 所以导师在瓜符内 有没有提到 使用不同于比用 我们说火有怎样的特征 有什么作用 火燃烧的作用 那水呢 流动湿润的作用 有湿的特征 所以从作用来说 水跟火是可以区别出来的 从作用也可以区别 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相 这也可以叫相 所以导师的瓜符内 使用不同于比用 这个也可以叫做相 所以这时候相就等同于 应该说相的意义 是比较广泛的 用的意义是比较狭小的狭隘的 好 那回归来这个文句上 用是指法体的活动 所以它也跟他法 跟其他法有关系 因为我们只要有些活动 就会影响他人 就像我们现在 同样在一个空间里面 假设有人 很多人打哈欠 那可能你周遭的人 大家等一下就 进入所谓的成功至极 就是可能就 睡着的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多少 会受到外在他人的影响 所以这个用实际上就是这种作用 实际上也是一种影响 好 接着看下面 第三行 用是从此法给予他法影响 从影响其他的法来显示此法的作用 这个叫用 实际上这个就是像 这个也是像嘛 像什么 行他以显示 所以导致这边就是将 体性像用 这几个语词做一些比对 像是静态的 用是动态的 那这样的用呢 就跟因果产生关系 好 接着下面 体跟用的关系 中论说 一样是前面第三页 现有作有作者 有所用作法 三世和而故有果报 所以可以知道 依法的作用 知有因果的关系 所以凡是存在的 必有它的作用 那这样的作用呢 绝对是跟其他法有关系 所以它是无自信 那这样的作用 又跟其他法产生关系 所以这个才说 产生所谓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因果关系呢 我们等一下在第四节 会再想一下 这边是先将 这个法的字体 还有它的作用 那这边就是 简单的说是体跟用 但是用里面又可以分作 立跟作 接着就要解释了 关于作用呢 在顺正理论卷52呢 从现在来说叫作用 从过去未来世来说 就像现在不产生影响 现在没有起作用的当下 可以叫做利用 也可以叫做功能 所以这个就是利 等一下也会看到 类似的概念 那再回过来 体跟用的关系再继续讲 体用依佛法来说是 不依也不易 不易呢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体产生作用 如果离开这个法的体产生作用 大概我肚子饿的时候 你也会饿了 没有相关嘛 可是不可能嘛 我肚子饿的时候 我的身心产生变化 太饿了会有这样 可能血糖太低 手脚会抽血 或者是会有种种的苦受逼迫的感受产生 所以就法体来说有它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作用一定会影响这个法的体 所以可以知道体跟用 虽然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但是它并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它是不一嘛 体是体 用是用嘛 我们可以有这个体 但是不产生作用的时候 就像有时钟 你没有设定时间 它不会响铃 它不会提醒 它还是有这个所谓的提示的功能 所以它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分离 所以叫不易 不易不易 那从体做 体用的关系来看到 作者跟作为的关系 实际上也是如此 那一般的人呢 总是会认为 这个业呢 或者这个作业 是存在这个作者之外的 那中论这边的观作作者品 因业有作者 因作者而有业 成业亦如是 所以这边所说明的就是说 作者跟作业 它是产生密切关系的 所以这个业呢 并不是独存于作者之外的 好 那再翻到第六业 那业有广义跟狭义 狭义的就是我造作 三二业 这个也是叫业 那广义的说呢 就像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 鸟在飞 花掉落这些 实际上也是一种行为 所以它也是业 好 接着就要讨论 佛教讲的业 是跟什么有关系 好 刚刚已经提到了 体跟用 就如同作者跟作业 它并不是完全一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是不依不易 那用里面呢 又可以分作作跟利 这边就要进一步的分别 什么叫作作 什么叫作利 那从现在产生作用来说 你叫它是作也可以 叫它是利也可以 因为有法必有用 必有作用 作用就是利 也就是活动 那活动也就是业 从现在来说 都可以通用 通缩 但是呢 作用呢 是比较专在描述 当前活动的现象 或活动在说的 那业呢 却是动词的名词化 那就通于过去跟未来 实际上就是通于现在 过去 未来 通三次 就像我们眼睛见的 看见这个动作 虽然可以说是一件事 但是如果我们看能 当下布施 这造三业嘛 但是造三业的行为 已经结束了 我们辗转去跟别人讲 作布施会得善果善报 所以当我们讲某些人 在作布施在行善 可是这个行为已经过去了 那这时候 我们描述了这个善业 它实际上也是作用 但是它不是在我们眼前的 所以接着看下来 在下面这里 一动作叫业 但是这个作业结束了 刹那灭后 应该就没有了 但是呢 它的潜在的影响还存在 所以这个所谓所造行为 将来会展现果报嘛 并不是你现在造布施 你现在就变得很有钱 不是 你现在杀生 你马上就短命 也不是 所以它就是 现在造的业会 还没有赶果之前 它的潜能 这种影响力还是存在 所以导师这边就看 我们直接看下面的解释 所以一的作用 还有业的字面意去解释的话 可以这么理解 对当前的法体 如果产生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叫做做或是业 做了之后 刹那灭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叫做业了 所以这边就可以这么分别了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顺正理论所提到的 现在来说叫作用 过去还有未来叫功能 大致上也是如此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第四节 因缘果报 一样呢 这边还是从语词 或是字面上的 做一些定义上的理解 因缘果报先讲因跟缘 那因跟缘呢 在阿含经里面是常常连用 似乎因或是缘 它没有进一步的分别 所以经常说 二因二缘深圳卷 那这边的二因二缘 实际上指的就是 多文熏习还有如理思维 所以它并没有分说 有两个因或两个缘 实际上就指的就是 两种因缘 两种因缘 所以因就等于缘 所以它这边是没有进一步的区别 那在注角十五是有 就是如果你要看经文的话 接着我们看到第七面 所以从文字的习惯去考察 因跟缘 或者是佛教的一些语词 还是有些分别之说 我们看第七页的第二行 所以我们常看到经中说因缘 或是因果 或是讲缘起法 缘生法 目前还没有看到 所谓的因起法或因生法 所以可以知道 从习惯上 这语词的使用 因跟缘还是有些分别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下来 倒数第四行 因实际上是从法的性质来说 所以世间有种种的差别 各有相依相生的关系 就成为各个的因果系 因是显示法体的性质 那缘是从它的利用而得名 利用也可以说 它的能力或是作用 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包含了现在业叫作用 过去的未来的业 就是通于过去未来的 就是叫业 好 接着在中论的梵文本考察 罗时翻译的音缘 大概有三个意涵 第一个是它所翻的音缘 指的是缘起 从下面是注脚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回去对下 缘起是Pratita Sambhupata 所以跟音 黑土 这个缘是不太一样 那第二个是翻作四缘中 四缘也是注脚十八的音缘 那音缘是广义的 第三个是将音跟缘 把它分开 或者是合在一起来说 接着在第八面 如果用一个字来讲 就是音 那用一言的就是表示单数 那缘就是表示多数或是负数 所以从这样的前后的观察 可以发现 音是主要的 缘是一般的或是种种的 那又配合刚刚所提到的 音是显示体性 缘是名作用 所以在小节 也就是第八页的第六行 这边就可以知道 音跟缘 大概有这两类的说明 第一个是音是显示法的特质 法体的特质 我们说地是坚性 水是湿性 火是热性 风是动性 这些就是法体的特征 缘就是它的作用 所以火是有成熟的作用 那水是有滋润 风有轻动性 地有坚固的作用 大概是从作用来明缘 第二种分别 音是主要的 缘是一般的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 一个法的存在 哪一个是主要的原因 哪一个是次要的 接着再看果跟报的分别 看下来 对音而说果 就是有种种音 可以得到某种的果 那报实际上也是果的一种 不过是在果中比较特别的 那在佛教语词 有的会把它翻作所谓的义首 义首也就是报的古义 比较早期的翻义 那义首实际上有两种意思 叫义类而守 或是义时而守 那义类而守 就像说些有部说 因有善恶果为无忌 但是大众部反而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老师认为通说 义首应该是义时而守 那也就是什么呢 在倒数的第四行 过去的行为 赶今后的善恶果报 这边就来说明果跟报之间的差异 报是指果中具有善恶的特征 所以当佛法讲因果是通明一切 所以当你牵涉到非道德的行为的时候 就是你做这个行为一样是种水果 一样是吃饭喝水 喝水吃饭这些行为 日常生活的行为 但是当你牵涉到一些不善行 就是你这些 你所做这些行为是带有目的的 不是为了利益人 是为了利益自己 或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等等 那这时候就会牵涉到所谓的道德非道德 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些时候就会叫做报 所以报是果中特别的 牵涉到道德不道德的 这个叫报 那佛教的通意就导师而言 应该是一时而首 就过去的因会成熟将来 或是下辈子或下下辈子的果报 看小节最后一行 所以因缘果报 虽然可以说没有差别 应该说仔细的分别有差别 可是通贩来说可以将这个因缘果报 总的来说叫因果 接着下来请看第九面 这边是讲各学派的因果论 先对其他学派其他中意做一些描述 第一个是所谓的自性缘起 为世中的因果说是种在诸法的自性缘起 那所谓的自性缘起就是如同掩饰的生起 是有掩饰的种子 所以它是分得很清楚 有掩饰的种子生线型产生掩饰的认识 之后又回熏成掩饰的种子 所以叫自性缘起 就是个别个别种子 哪一类种子生线型 就是叫自性缘起 那可是在当我们产生掩饰的时候 并不是只有种子生线型而已 还要其他的缘 所以导致这边有没有 其余的明还有空 明就是光线的明亮 或是暗 就是当我们可以看到外景 太暗的时候你看不到 所以晚上的时候要有灯 那距离太远太近 实际上你也看不到 所以要距离 要适当的距离 那为什么为世中的因缘果报 是站在所谓的自性缘起 也是自类的种子生线型 它主要是根据这个戒字 所以接下来他对这个戒做一些说明 戒语法 就达玛他跟这个达赌 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有同样语根 就是dree这个词 那这个他本身有认识自性 或是自相 不坏不变 不改变的意思 那接着翻到第十面 第二行 所以刚所提到的这个认识自性 词就是保持特征 而且这样的特征不会改变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地水火风 有这个所谓的坚性 湿性 热性 还是风动性 这些它不会随意改变 所以它是有在缘起的现象上说 它有这样个别个别法的特征 那因为有这样的特征 我们可以去分别 这一类的法是属于跟水 称为所谓的水戒 或是火戒这样子 所以因此在阿含经中 戒有种类的意思 所以一类一类的法就是一戒戒 那种类呢 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又可以来说明两件事 可以说进一步的说两个意涵 第一个是同一类的 就是表明这同一类的是类性 所以只要是具有眼的特征 就把它归在所谓的眼界 那从治法来说 这一类叫眼界 对于其他法来说 就是所谓的别性 所以眼界跟耳界就不一样了 那一样是水界跟火界就不一样 所以种类这件事情 除了讲一类一类的法之外 也表示了类性就同类 别性就别类 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说明 从这个戒字在阿含经的用法 那一样延伸到不派佛教 这样子所谓的认词自信的戒呢 在西北印的说界有不 它是就将依法分析到最小的为直 这个就把它制造成法的自信 这个法的自信对他们而言就是戒 就如同在据色论第一品是戒品 或者在其他的有部的论点来说 戒品是先讲的 这个在瓜福山 瓜福山第三行 接着在瓜福山的或者是倒数的第五行 第十页 所以它分析一切法就有最小单位 而且这些最小单位就是一切法 各自安住自信 不失自信的 虽然他们讲因缘生法 有因有缘而生一切法 但是他们是将一切法归结分析到最小单位 而这些最小单位的这个所谓自信 早已存在 当法的升起 不过是将这个最小单位 聚合成我们可以体验到的这些 人事物或是万法 所以他们有个主张叫什么 三是十有 法性横柱 法性是可以从过去 一直延续到现在来直到未来 但是从作用来说 当起作用的时候 我们叫现在 还没有作用叫未来 作用之后叫过去 所以它法体或是法性是没有改变的 好 接着看瓜佛士 那金布施还有为施者 他不同意这样的三是十有论 所以他将法法的自信 把它修正为法法各处自种 所以种子有浅 生的这种浅能 那这样种子就存在心事中 相续的心智中或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就很明显就是为是 所以法的升起 它实际上是从自己的种子 生线型 就刚刚所提到的 眼是怎么产生 就为是学来说 是由眼是的种子生线型 当下我们可以有了别的功能 眼是当然只能了别这个色镜 好 那一的金布施最后一行 种子就叫戒 那世青解释 这样子的戒就分作种类 种类也就是阿含经中所说的 一类一类的法 另外还有种族 种族就是人生 就如同种子有这个生的潜能 好 接着看十一页 所以不管是金布或是为是者 基本上都是种子论者 都是种子论 他认为众生无始来 有种种的种子 所以说呢 无始时来界 一切法等一 好 接着就将刚所提到的 不管是为是的 金布的 说一切有布的 先从字面意义上去了解 戒这个字呢 它是有种类的意思 种类就是我们说的 通性或是别性 那种类本身有这样子的 一类一类法的个别个别存在 所以它是自性不失 那就进一步的去认为 这样的自性不失 或是这样的特征 依法的特征没有改变 就想 就衍生出它有生的 生起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演变成 戒是种族 那这个就是所谓 从眼从眼生 耳从耳生的自性缘起 也是自己的种子而生 接着看第十二面 刚刚我们有提到了 说些有布 它是所谓的三次时有论 或也是多元实在论 那金布维世诗 大概是属于 自种子生 自性缘起 接着就是从中观的角度 怎么去看 他们当然都还是延续 阿含经中对戒的一个诠释 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最中观则说了 不失自性 就是法不失它的自性 就是它有它的特征 这边自性并不是所谓的独有独存 或是自己去成就自己的意识 而是说法法有它的特征 是对的 但是这样的特征是相对的 是因缘的存在 所以离开了种种因缘 实际上没有所谓的自性可得 那绝对不是具体而为的 潜因的 这个就是像有布的多元实在论 将依法分析到最小单位 而且它是没有产生现象 或是现行的时候 它是隐藏 就是法体是横柱 产生作用的当下叫现在 所以这个叫具体而为潜因的 代元显现 这个是对有布的一个反驳 或者接着看瓜布尔 就是对经部为世事的一些评述 或者将这些所谓的法 有各自各自的种子 于是法的限期 或是一切法的限期 就等于有无量无边的种子 身现行 实际上这又跟所谓的 佛教讲的因缘观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等一下会说明法的生成 现行是怎样的情况 好 接着看所谓的数正义 瓜布尔 那佛到底为什么要讲诸因缘生法 那因法竟然从缘生 从因缘生 在这个因缘生法的关系中 它并不是决然固定不变的 因此我们只要掌握的主因 我们是可以改变 所以烦恼是可以去除的 我们是可以修行打解脱的 就是从这个所谓无自性而说 虽然维世的主 因果说非常的比较精细 就分得很清楚 就很多的无量种子 而且是掩饰的种子 耳饰的种子 各别各别分得很清楚 但是都还是 算是多元实在论的主张 因为它将这些种子分得很细 另外的是 上面可以说是奇小 奇小无内的这个因果说 下面就是所谓奇大无外的因果之说 那这边举例的是华言经 华言经的法界源起 是真上元的极端者 真上元在第七页的注脚十八 简单的说呢 只要任何依法的生起 你只要有帮助他的 都可以叫做真上元 或者不障碍他生起的 都可以叫做真上元 就像我们砖木取火 或者是我们要燃烧 烧木材生火 在烧火或是让火 可以延续的这个过程当下 只要我们不用水 用沙子 让这个火没办法生起来 其他你只要加入什么 都算是他的真上元 那这所谓的极端者是什么意思 真上元的极端论是什么意思呢 导师就接着解释 这样的主张已经到达了什么 一法生起其他法都作为元 也就是一法可以生万法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属于 华言中的法界元起论 接着看下来 维世泽所说的戒 是种在这个最根本又最极小的 那华言经所说的戒 他所说的戒就是什么 法界的 法界元起 所以依着这个法戒而生一切法 是极广泛又广大 所以华言中高谈元隆 一法可以作为一切法的元 所以一法就可以具足一切法 那一切法呢 又骗在一切法中 所以这个就很广泛的 越来越广了 那因缘说的主要意义 主要是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主因 那改变主因就可以改善结果 所以这个刚刚说到 为什么烦恼是可以去除 或者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解脱 去除了烦恼就可以解脱 所以佛教讲的因缘论呢 实际上没有讲的那么的玄妙 广泛 接着我们看下来的瓜佛三解说 所以中观是不认同 或是不同于法法各注自信 从自种而生的 奇小无内的缘起 这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像有部的 当然有部不是从自种 但是它是从这个所谓的 最小单位来成立一切法 法性是横柱 那经部为事实就是从自种而生 这个都是奇小无内 就是它分析到最小的单位 这是一切法的所依 那也不同于一切法揭入一法 一法可以成立一切法的 奇大无外的缘起 那奇小无内 奇大无外 这个在我们中观经论这本书 导师有多次的提到 那反对这两种主张 提出他所认为的主张是什么 唯有了知因果缘起的本义 才有办法观察因缘生法 得到改善这个因果关系的入手处 所以这边得有进而改善因果系的入手处 只要得到什么 就得到一个修行的入手处 接着看十三面 这边在讲的是多元的因果类别 一样还是将因跟缘 就搜罗各部派各论点 经论的一些说明 还是从字面的理解 大概有几种分类 因缘果报 然后在第十三页的第一行 在《证案经》中是讲四元 那加三严离子说六因 接着从因来说 又可以分作六因或十因三因这些说明 在不同的论或是不同的部派有这些说明 那元就有所谓的四元 其在行翻过来十四页 十元 二十四元 这些分别 导师在第二行 十四页第二行 这些都是看到因果方式的不同 而安利种种的名称 那因果本身是相依相存的关系 但是它所呈现的现象有几种 就像母亲怀胎 那儿女出入了母胎之后 跟母体本身没有产生关系 但是我们看枝沙成布 布跟沙的关系是不离的 或者是像水 水是由氢氧所化成 但化合水之后氢跟氧的特性又不见了 所以这些就是因果是有密 就是因跟果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所呈现的所缘起相 又有种种的不同 接着看下来 标题国字四 因果的形式非常的复杂 现在说有两种 一个是前后因果 前后因果这边举例的是说 我们现在发心修行 到将来很久很久以后 一般说菩萨道行三无数节 最后成佛 那出发菩提心跟最后成就的佛心 中间是隔了很久 这样子怎么会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呢 接着请看十五页 老师这边用两个面向来回答 从第一来说 所谓的现在心未来心都是无自信 所以无自信 或是在毕竟空极当中 是没有这些所谓的现在未来的差别 虽然现象是有现在未来的差别 或是前后的差别 但是它不会妨碍因果的成立 我们常听过一句话 已有空亦故一切法阶层 所以从这个毕竟空极来说 一切法的成立都有可能 假设有这个实质性的话 一切法都没办法成立 从时间来说过去 如果到没有就一直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就在过去 现在是现在 好像彼此间都有自信的话 那过去的就不会延续到现在 现在的就不会延续到未来 那过去延续到现在 现在延续到未来是怎样 刹那刹那生灭 相适相续 才有办法延续 好 第二个从世俗的观察 就像我们点蜡烛一样 点蜡烛一开始点燃的时候 产生光 那第二刹那的光 并不是第一刹那的 这时候的火而燃烧的 不过它是次第次第的燃烧 那这样的烛火或是灯光 就次第次第的发亮 它不会灭嘛 所以修行正果也是一样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在瓜福二的 约世俗第说的倒数第六行 修行正果如同我们观察 这个所谓的点灯 灯柱燃烧的比喻 由前后因缘长转增长 所以我们出发心修行 最后可以成就圆满的佛果 所以念念心刹那灭 但是念念的功能 还有它的作用是不失的 这样说明或许类似维世说的 种子各自存立 辗转增长 但是就中观来解 它不会细分说什么样的种子 因为维世而言 它们是掩饰的种子 生掩饰的线形 它是分得很清楚的 有肉法生线形 无肉法生线形 回熏是无肉法 它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和和因果 和和因果 和和因果就如同我们观察一个房子 房子需要有这些材料 还有工人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房子是果 那些庄瓦等是因 所以从这样的来观察 就是房子不等同于庄瓦 或是庄瓦不等同于房子 但是和和起来才有这些房子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挤不离 就是不等同 这些水泥这些建材不等同于房子 但是也不离开而有房子 就像我们车子一样 车轮不等于车子 车的这个架构也不是等于车子 玻璃也不是等于车子 乃至里面的所谓电脑设备 也不是等同于车子 但是你要这些组合起来 成为现在的车子一样 接着再看第十六页 这边举的是智论中的 就像我们用泥土 用人工方式把它造成杯子 乃至盘子这些 虽然这些所谓的泥土 它不等于杯子盘子 但是离开这些泥土 也没有所谓的杯子盘子 接着看五蕴中 我法是无自信 但是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因果 这边举的是观邪见评 就今我不离受 就取应 就无取运 但义不但是受 非无受 非无此决定义 就是五蕴和尔这个体实际上是假我 但是当我们在生活经验 在认识 在感受上 这些所谓的感受 就五蕴虽然是和尔是我 但并不是我就等于社运 也不是我也不是等于受运 但是五蕴和尔才是有这个我 但是这个假我虽然是假的 但是还是有起作用 所以在我们的一起生命当下 我们还是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见闻觉知 在瓜福二的示意的倒数地 倒数地 非无此决定义 这边说的意思就是说 在佛法的缘起因果理 我跟法就像五蕴、色寿、祥、行、世 这些法 虽然都无实信可得 但是不是不能成立因果 所以你不要说 既然是五蕴和尔的假我 那我现在造二业 将来产生遭受的、常受的苦果 不会是我 还是我 所以它是决定的 因果是决定的 佛教讲的因缘和合生果 跟我们说的直上 就数学一加一等二 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看到数 十六页倒数第四行 五蕴和尔的假我 假我不能等同 只是等同于五蕴的总合体而已 虽然这个是没有实信可得 但是它的作用还是跟五蕴不同 接着导师呢 就举例像有几条直线 看你怎么排列组合 你可以把它排成所谓的三角形或是方形 如果只是把它堆叠在一起 实际上也不能成为所谓的三角形或是方形 那这些的三角形或是方形 也不是离开直线而有 就如同五蕴跟我 虽然是假我 虽然五蕴不等于我 但是离开了五蕴也没有这个我存在 我在吃饭我在睡觉 基本上还是依于五蕴和尔这个字体而说的 接着看十七页 佛法讲的因缘生果 果呢不就是因缘 就是不是等同于因缘 但是也不离因缘 不离因缘 所以在这个因缘中求果的自信是不可得 不及因缘呢 虽然由这个因缘产生的这些现象 还有它的作用 相对来说都还是有的 所以是如幻的果实用相 是往然存在 接着就是要平述所谓的前后因果 也就是意识因果 还有合合性的因果 也就是同时因果 说一切有部呢 比较多说的是同时因果 还有意识因果 今部呢是以前引后 就是依的前面来引申后面 所以它是讲的就是意识因果 就中观的正义来说明 中观者依世俗地说 凡是存在的可以称为因果的 必产生密切关系 既然产生密切关系 就能生所生 能起所起的意义 所以有它的前后性 如果是同时的话 就不能成立因果 所以只要是称为因果呢 就是要依着果来称是因 我们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样 你说我当父亲了 那前提要怎样 要有孩子 你不能说没有孩子说我当父亲 就世俗的言说上是如此 所以因跟果也是如此 代因而言果 依着果来说因 有孩子的我说我父亲 有的父亲说我有孩子 所以就是这样 代因又说果 所以这样的关系又是和和同时性 所以这就是要来说明 这如幻的因果呢 本来就不是这样子 一时同时的这么绝然的分别 时间是向前后两端发展 所以他又不离开前后 这边接着是举 我们观察十二元期 就可以了知 所谓有同时因果跟一时因果 好 先讲所谓的一时因果 就是前后的延续性 那像无明元形乃至生元老子 就无明的元有形嘛 行的元有事 乃至有生的话就会有老死 所以这个就说明了有前后性的因果 那或者在圆起 十二元期中的 世元名色 名色元世 这个就辗转为元 就如同这个束如辗转相依 这个就是所谓的和和性的因果 所以这边导师就举例 实际上 没有所谓决然分别的同时或一时因果 好 那我们再翻到十八页 所以佛法所说的因果实际上是很甚深而隐秘的 那萨伯多布就有布 他是推论到一切法有最小的单位 而说有一时还有同时的因果 但是他的 他虽然也讲同时或是一时因果 但是呢他认为的无运和和的我 是假法不实在 但是无运的依法是实在 就我们说的我无法有的思想 这是根源的错误 那虽然 唯士者也说所谓的假法非因果 但是中观者的因果是不一样 因是因缘和和 国也是因缘和和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 好接着看下来 中观者说实际上是假法也是缘起或是无字性的法才可以成立因果 凡是因缘所成的法都是假法 假法也就是无字性 无字性才能安立因果的幻象 就我们刚刚所提到 已有空意故一切法皆成 接着是从波尔经三甲品 可以看出三类的不同因果关系 第一个叫明甲就名称 就我们世间的这些语言或是这样的名称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指色我们认识的对象 但是这样的名称实际上跟所指色的对象并不是一致的 请看第十九页 这边老师有提到 心事所献起的像或是说出的名声 我们可以依的这样子可以了解这个对象 所以当我们说火的时候 嘴巴不会烫到 火有燃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拿火来我们不会拿水来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名称 但是当我们说这个名称的时候 跟法的本质体性不是完全一致 所以这叫明甲就只有名称 甲就是施舍案例 就如同世间的言说 接着第二个是受甲 受甲也可以翻作取 取就是在筑脚五十一 叫一圆缆缘合合而有 取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就自然而然我们会去把它 跟我们相关的 或是跟这个法 要成立这个法 自然有其他的筑源 把它合在一起 就像房屋要有这些所谓的材料所组成 取甲可以有多层的分别 像人有这个皮肤骨头经络等组成 这个人叫取甲 取甲或者叫受甲 那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分别 一个骨头或是一片的皮肤 或是一个器官 实际上它也是由重缘合而成 所以各个器官也可以是取甲 所以取甲可以从粗到细有多层的层次 那这边接着第三个是法甲 法甲就是法施舍 那这边的法实际上就是 如同说一切有部去分析 依法有依法的最小单位 而说的诸法的自信 那就波罗经而说 这些所谓的法甲或是法施舍 还是属于因缘合合而有的假象 并不如同这个说一切有部 所认为的依法的自信 接着我们看倒数第二行 那受甲就如同这个一般所认知的复合体 就像聚沙成塔或泥土成坪 或是无因何人而有这个我 这个都是所谓的一般我们所认识到的复合体 这是比较粗闲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会把它置为实有 我被骂我被打 我在骂人我在打人 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实有性 那法甲呢 如果以现代科学来分就是不可分的最小单位 或者是如同缩写有部所认为的一切法的最小单位 接着看二十面 所以中观所体验到的法甲 就算是现代科学可以了知的这个电子 它也是复合的组织 所以从中观者所观察到的 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 就自信一 就一法的最小单位 所以元七法的基础 绝非不是这些依法自信的堆积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你多元实在论的元起 它就会很 就好像从这些法而生 这法体都存在 产生现形的时候就是在现在 接着我们看下来 一般说这个一切法可以把它分作几种分别 这边大致都论说的像地水火风空式 可以做万有的基础 但是这些所谓万有的基础 就中观的系统来说 它也是属于甲斯社 它也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虽然在世间现象中 这些特征它不会随改变 地是坚信它不会变成火性 但是它的这样特征还是因缘合合而有 所以还是法甲 那接着看这个结论 结明这边 所以大致论所明的三甲 是显示修学的次第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再讲一次 所以由明甲到受甲 我们从名称可以知道这个 五韵合合这个个体是非石油 那非石油就破了所谓受甲达到法甲 进一步再观察这些所谓的五韵的依法 也发现这所谓的依法也是无字性 所以就进一步就破除了法甲 最后才可以通达必进空 这个就蛮重要的 接着就是要回答上一章所提到的 一切法刹那灭怎么可以 灭了之后又可以延续下去 这个有没有印象是哪一章 这个在B21 就是长辞院长的 B21 他实际上是在 他的问题是在B AB的B 第17页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诸法刹那灭 那过去的页怎么会百结不失 百千结不失 那第二个问题是他的B21 刹那灭如何未来能行行相续 接着翻到20面 一齐相续就像大地结住 就像大地 或是像我们生存的空间 长时间没改变 好像就是 你看地球是几十亿 或者是像我们人生百岁 当我们还没有特别的意外 找腰或是有染病之类 我们大概可以活到一百岁的时候 在这一期生命 他怎么有办法相续 因为一切法是刹那灭 既然是刹那灭 怎么有办法一起相续呢 接着看21页 好 这边就来分 要观察一切法的存在 好 法的存在或消失呢 都是跟因缘有关系 那一切法的存在 实际上是非常复杂 我们可以看第21页的第4行 一切法依因缘而存在 可是这些因缘是非常复杂 其中有所谓的主因跟疏源 主因是限定某种特征 那助缘是来帮助他 就像隐业跟满业 隐业就是隐身 我们投身到哪一道的主要的业力 满业就是虽然我们投身到这一道的众生 还是有差别 就像我们一样投身为人 人的外表 人的享用的生活之具 乃至有些人生下来 可能就六根不具 六根知道吗 眼睛 耳朵 手脚之类的 所以投身为人 这个可支配的财富 享受的生活用品 基本上还是有差别 接着看下来 所以魔法存在就是由这个 所谓的主因跟次元 合合当下而产生的加油 在一起生命的相续下 只要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像我们投身到人 一起生命 我们说人寿现在大约 将近差不多一百岁 在这一期生命 出生开始朝向死亡的 这个过程当下 如果没有其他的元的话 或是没有过去所造的 这个所谓的寿命 寿量 在据色论就是命跟体是寿 就是这样跟过去所造的 一些业有关系 所以投身为人 大概没有什么特别意外 安详到年老一百岁 可是有特别的 可能就没有办法到一百岁 其中被车子撞 或是现在 像现在有这个所谓的疫情 这很难说 所以这边说了 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 疏远在改变 还是可以延续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也一直在改变 我们以前可能 吃饭才会有办法活下去 有些人没有吃素 没吃肉一餐 可能会觉得活不下去 所以当环境改变的时候 有些人就这样 他现在改吃素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活下去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认为的主因 实际上不见得是主因 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就是 当主因没有太大的改变 其他的助缘 维持我们这一期生命的 其他的缘在改变呢 他实际上还是可以延续下去 接着看标题 标题二的倒数第二行 那相反的如果主因 这边一直讲主因跟缘 他都有他所依的因跟缘 就是主因所依的主因改变了 那这时候就有可能 会导致于灭亡 接着看标题三 延续不变呢 感觉是相对的安定 可是实际上还是在刹那变动 因为缘起法 有违法 都是刹那在变动 所以呈现的果实呢 是如幻的 所以就是幻象 那是依因缘而存在 那因缘本身就是无常 依因缘而有 即使是相对的安定延续 实际上当下也是刹那在变动 我们说人就现在的科学医学 就是有细胞 在一天当中有这样 是在新陈代谢嘛 所以很多细胞的死生 在那边新陈代谢 但是我们还不会死 那因为不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里面的细胞一直在改变 接着在瓜福二 预缩 预缩呢 这边主要讲的是说 一个法的成立 它可能是依着甲因 还有以丙为缘 但是这个甲因呢 可能又是其他的 其他法为因 甲因又需要以丁跟物为因 这些 所以主要还是围绕在那一个地方 所以当主因没有改变的时候 其他的外在的缘都在改变 那实际上对这个法的存在 不会改变 就像我们 我们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最主要是谁 应该都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很重要 我们观察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 没有人可以从小陪到我们老 或者我们从这辈子观察 过去乃是未来 谁在轮回 就是我们自己 所谓我们是个别个别独立的个体 但是这样个体 当然是因缘和合 那我要说的是 实际上不要说等到 什么情况都好了 就是家庭已经没有事了 事业成就了才来修行 我们应该是 佛教讲的因缘 或是讲随缘 并不是真的 随我们的心意叫随缘 而是我们要把握当下 只要遇到有适合的时机 我们有办法就尽可能学习 当然这是比较是题外话 所以这边所讲的因缘 主要是要观察世间的现象 它有很多的复杂的关系 就如同这个现在有什么 这个网路 有人说 当我们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 只要透过六个认识的人 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人 意思是说 实际上我们是有产生 我们彼此间 只要是社会 只要是人类 就是产生彼此产生密切关系 就算我们可能不熟悉不认识 是我们现在不认识而已 接着我们看到二十二页 所以主因没有改变 其他的缘慢慢改变 这一期生命还是可以延续 或是这一期 这个法的存在还是不会改变 但是相反的 我们看倒数的第四行 二十二页 实际上主因跟书远 都是一直在变化 所以不离因缘而有果式 那这样果式也是枉然刹那在变化 所以果相不等于因缘 只是在相对的安定下 主因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的果相可以延续 简单的说 刹那极灭跟常识相续 实际上没有说完全的矛盾 所以无自信的刹那灭 还是可以延续 这个所谓的因果现象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发心修行 要将来成佛 彼此间没有联系 就是还是有因有缘 就可以成就 好 那我们今天就 稍微的跟大家讲解 希望可以有一些 对导师的中观心论 有比较盖悦式的认识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